你 杜丰果然留一手 雪长120天王牌重磅磅员 郭艾伦克星来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广东队关注西边比赛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他们最先杜丰的一个 好安排 我们知道目前的CBA的第3阶段那个比赛马上就要到来 对于整个CBA球队来说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战 如果说能够在第3阶段取得一个好的比赛将能够决定他们之后的进入季后赛的一个状态 很好成绩 所以可以说每一个球队那么在目前的都是准备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充分安排期待能够在后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我们回顾前两阶段那个比赛尤其是第2阶段那个比赛其实可以发现了 广东队在目前虽然说也能够进入前五但是整体的一个安排 包括此前的状态实在是一般般 尤其在整个辽宁队的一个人员充足以及状态非常好的一个对比之下了 更显得广东队在目前那个整体比赛过程的状态实在是 太过于糟糕 首先我们也看到那么在此前的广东也是接连遭遇一个败战并且呢 输给了很多一些年轻的主力军包括像广萨这样的一个球队 那么对广东来说另外一方面的他们在人员的一些安排上面的也出现了个警却 尤其我们也看到在第2轮那个比赛过程当中因为伤病那些原因呢 像张浩家以及 赵卫家那个主力军都是接连退出球队目前的正在休养当中 所以可以说对于整个广东来说可能在后卫线这方面的话 确实是出现一个转短缺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也是出现一个啊源源不够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可能对于杜丰来说现在进入第3阶段之前呢肯定需要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呢 准备一个王牌能够帮助广东在第3阶段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而当然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夺冠球队来说他们 不可能说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有所准备的 所以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杜丰这一边呢也是果然留了一手啊在最近呢他所 血长4个月也就是120天的王牌呢也是正式亮相 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广东这边的也是正式官宣和汤杰这个名价呢完成了一个签约 那么我们也知道汤杰虽然说在之前呢也是啊来到广东这边视讯一直没有消息 但是我们从中目前也可以看到的话 那么其实汤杰也正是杜丰在之前看中的另外一张王牌 一直呢在血长着准备着 那么在之前的话其实啊恰恰就是杜丰的点名绕人 要汤杰过来视讯给了他一个机会 并且从这一段时间以来也看到他的能力 所以现在在赵瑞缺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在他缺席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汤杰也是正式出马 并且呢 将会去代表广东出战第3阶段的个比赛 而我们也有注意到 不管是从一个技战术的特点 还是从他过往的一些战绩来看呢 其实汤杰去顶替赵瑞的位置呢 是完完全全可以的 而且呢他也是目前来看的话 被安插在广东这样的位置也是 郭爱伦这一次很可能呢 在总决赛去夺冠的一个克星 所以总的来看目前来看的杜丰呢 其实完完全全已经是做好了一个最冲突的准备 虽然说像赵瑞等等一些球员离场 离开球队暂时进行一个休息呢 的确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情况 但是广东的也是及时进行那个调整 针对第3阶段比赛来临之前呢 做好了一个就充分的一个准备 所以可以说我们其实目前对整个广东来说呢 虽然说那可能有些外界并不是特别看好 他们那个前神 但是针对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还是非常看好广东队的 毕竟广东其实目前呢已经是拿到了十几个冠军 并且拿到了起啊这个好多一个好的成绩 他们呢一路走来肯定也是遇到了今天 这样的一个难题 那么目前来看他们肯定是有更多非常充足的 一些后备方案 我们的也不妨期待一下广东的这些后续啊 怎么样去逆袭 怎么样去给大家的更多的一个惊喜 我觉得这种啊惊喜这种意外呢也是本身的竞技体育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部分也是非常备受期待的一部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